福兴新生系列 细说商学是由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传递支持 香港一向给人的印象 一向是做很多国际的贸易和金融之都 但其实我们也有很多的科研人才 其实做科研真的一点都不简单 需要投入很多资金和时间 不过我们香港就有一个年轻的科学家 他很勇于尝试的 他就是Ricky 你真是年轻有为 年轻轻已经是一间生物科技公司的CEO 我想你一定有很多心得可以和大家分享 Ricky自小很喜欢科学 还在美国读大学 也创立了自己的公司 去发展快速测试的产品 你可否向我们解释一下 你的产品如何运作 我这是一个纳米浓缩的技术 他做出来的产品最主要有三个特点 第一就是快 第二就是精准 第三就是便宜 其实可以令到任何人在任何地方 在短短几分钟之内能够得到一个检测的结果 怎样可以做到这件事呢 你可以幻想着一杯水 我们放五粒棉下去 如果你用舌头去试这杯水 你是感受不到咸味 如果我能够将这杯水浓缩到一滴水 你再用舌头去试 那你就能够感受到咸味 我这个技术就是能够将它应用在不同的检测工具上 能够的性能 能够的准确度 大幅度去提升 我这个技术应用在公司的产品上 就是一个试纸上 就是一条的试纸 没错 可否跟我们日常生活有什么密切的关系呢 在全世界讲了很久 有一件事叫做远距医疗 Telemedicine 一般人能够捉得出户 在家里利用网络 就可以看到医生 然后可以上网去买药食 嗯 但是其实整件事中间缺乏了的 就是一个能够令病人自己在家里 做到的准确的检测